我说我社老爷们在网速这块就没说过 无论是网络热课还是新闻史诗 第二天就会出现在他们的段子里 狠起来连自己都不放过的比比皆是 最近发生在社内最大的争议事件 莫过于海白猎血了 马上就能有开专场的资格了 突然分开让很多粉丝表示无法介绍 其实这种事情很正常 每年年初特别说都会有人事调动 有的演员是换了搭档 有的是调整了队伍 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决定刚公开之后 九海就发文回应了 他和肖白还是好兄弟 没有任何矛盾 只是工作上的正常调动 作为他们的队长张和伦 在直播的时候 也被问到了自家队员的这个问题 他们又丝毫折眼表示 两个人搭档的时候都在磨合 发现另一个人不适合自己了 那就选择分开了 事情很简单 只不过是大家给复杂化了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不是小孩子 在这条路上也走了十几年 人家还能不明白 什么才是队的选择吗 当事人都能坦然面对 外人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分开也是为了更好的开始 久海肖白分开后 分别和五队的庄子剑标哥 组成新的搭档 双方的第一场演出 简直可以用非常激烈来形容 关久海这节目选的也好啊 叫新搭档的头一天 注定这一场演出不平凡 第一次合作可不是的 交代一下两人不是原派 谁料庄子剑一句你是破鞋 差点给久海整破房了 突然有点同情久海了 送走了一个高学历的祖宗 又迎来了一个有背景的活跌 大庄这碎嘴子的毛病 肯定是碎的师父侯爷 久海给大家解释了一下 换搭档的正常现象 本想拿大庄举例子抖个包袱 说以后他要是火了 不要自己了 难道只能另寻出路再找搭档 大庄听完这话可不乐意 咱可不能换人 就反过来说久海要是火了 他也没有怨言 听到这里 久海就表示自己不是那样的人 结果这可让大庄抓到话柄了 直接贴脸开他 他和肖白猎学 等等久海也没饶了他 反问他李和彪都要开专场了 你登了人家合适吗 两人这个嘴是谁也没饶了谁 自己的瓜自己砸 让师兄弟无瓜可吃 并持着浓动手就别超出的原则 说着说着二人就急眼了 关久海新做的大褂都被撕了 可见这场演出有多刺激 当然了彪哥和肖白那边也不能逊色 第一次同台也擦出了不一样的火花 张小白的强在知识 到了彪哥这里仍旧实用 而彪哥是谁 那可是德鱼社第一巴图鲁 那还能让一个秀才给拿捏了吗 面对小白的一阵知识输出 他直接切中要害 这还是张老师第一次 遇上这么叛逆的学生吧 看来这几个人没少上网 看自己的娱乐 小白的捧根在整个巷上界 都是独树一致的 没有时间和文化的积累 很难效仿 但是以彪哥的脾气 早晚得上手 也正是因为充满了挑战 张小白才会有更好的发挥空间 知识外都是连自己 都能豁出去的狠人 一定会未来可期的 对 他们搭档今天是第五场 哦 奥秦第五场 对 五六日 他们也有三天 我看好先生还对他俩 什么重新烈学 重新组合 还表示不满 可能您不了解我们这行 这行很正常 你看这个什么 张九南啊 张赫伦 这都换过很多次搭档 他有一个磨合的过程 可能来着来着 哥俩觉得不太合适了 新鲜新鲜 但是这行业内部讲话 算买卖不算交求 台下依然是好哥们 是工作掉通 这也很正常的事情 你看侯老师 现在就一直跟我长期搭档 他在那个方向盘后头 我在他后头 我是不是应该换了 下回就是我开车 你坐后头 我看你敢睡觉 下回事 咱们出去 脚衣哪天放弃了 是在让我着 让我 你去我去交警了 你全寡妇无所谓 你是你师父门唯一的一个大徒弟 你早晚能借过你师父的方向盘啊 哈哈哈 我是我们我是唯一的大徒弟 我唯一的大 你们门人多 你们门他们有大徒弟吧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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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说话说话 你说个 Grid 给大家 我不想说 那我们门没大徒弟 现在我们门徒弟多 我们锅门好几好几百个徒弟呢 他们 bin 哪几百团的你上都做时长叉子的 哈哈哈哈 穿着我是你 哇 他 你怎么还是四鸡门嘛 那以后我火了以后 你就直接鬼就归不就得了吧 你火不了了知道吗 我为什么火不了啊 我数年火化都烧不透 火化都烧不透我 火化你得粘锅 粘锅 那我也粘锅是什么 我告诉你 拿铲子给铲子 拿铲子给铲下来知道吗 你这人呢你火不了 你呢你呢 以后没我了 你就直接你们自尊功课 倒倒倒倒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再说一遍 我这里面 我自己的徒弟 再说一遍 你说 你说 干嘛 你说干嘛 你当时这么多人 今儿录像的 你让头一天就打我 我打了 我自己徒弟 你自己徒弟 你咋一过门徒弟是吗 打你怎么了 哎你甭来这 我没打你啊 我赞你了 人家 人家今儿都是了 自私媒体来了 就不记得 粉丝来了 演员吧 做戏吗 你无非紧我颇领子 你敢搞事了吗 不是 啊 啊 啊 好吗 烤了你了 烤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哥 我怎么着我还太直辣了 哈哈哈哈 哈哈 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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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剁 加钱 加钱 我现在来剁了 加钱 加钱 我都赚 司机现在没什么 你是交警了你管得着我 没人干我了就 都给我撕成 ord 还要让我下去玩玩 哈哈哈哈哈哈 你就这样这么玩的才痛啊 哈哈哈哈 是不是 是 是 我刚才是没跟你说话 没跟你 你没听明白我说话是吧 我唱我唱 听板边走 今天咱俩这第一场 你也唱后一场 这是受鼓勿的一场 都有很多人传的 我就逗你玩了吃大罐 哈哈哈 你逗谁啊 我是说我你逗我吧 我说你扯一试试 你给我真诚 我没带着地亚吃大罐 是不是他让我喘的 是啊 是啊 你给我吃 我乖 我听话 哈哈哈哈 我比张小白听话 我逗一试试 迎来一火蝶着嘛 大罐 大罐 你干嘛我还怎么说 大罐你干嘛 啊 过来了 过来了 你每人演员上台给撕了 骨肉气啊 啊 这骨肉气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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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设计好的 设计你奶奶 啊 啊 啊 谁设计把那傻瓜刺成这样的 你知道 这视频传出你师父还能看吗知道吗 能 能看看你 啊 啊 你要干嘛呀 咋的事 不是咱个儿咱个儿咱个儿咱都画个画 画个画 你画个画你不能吃大画呀 你知道大画是干嘛的吗 大画是演人的饭碳 你把饭碗砸了 咱往后拿什么吃饭呀 哎 头一尝 我们俩就把大画撕了 这往后还怎么合作呀 哈哈 你看他撕这个动静 哈哈 哈哈哈哈 我还不是过去那拉车的呢 我 哪有这样的呀 而且刚才俩有点激情吗 我这 你太激情了 哈哈 那门本我给你你背去呀 哈哈 哈哈 也不是给你说 他妈到这就撒手 不是我没撒开吧 哈哈哈哈 你是沉迷我的美色是吗 啊 啊 我沉迷美色我私下 啊 你别瞎给我滴啊 哈哈 刚才四就没有 你还词 不是 大光我跟你说哎 站不着我今天 你要让我原谅你 只有一个方法 哈哈你当着所有人的面 今天很多的视频 我跟你说一定会传出去的 你当着所有人的面 这视频录着 你道歉 再撕一回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跟你这么说 我今天这这视频传出去 我师父师娘肯定要看他 因为我们俩这一场 这师父师娘这都都知道 对不对啊 等会儿 咱俩受瞩目这一场 你干嘛呀这是 我看着再撕一回撕 你给我滚 哈哈哈 你给这大罐道歉 大罐道歉 给你 你甭给我道歉 关键话 就刚才我是语言上 可能也有冒犯你的地方 哈哈哈 我给你逼到这份上了 但是 你甭给我道歉 不是我刚才我劝着我 你别来 哈哈哈 你给这大罐道歉 你这样反而不到 我这视频传出去 你跟你师父怎么说 咱俩又下场还是 找师父家呢 对吗 你想想这问题 严不严重 都该照样的 哈哈哈 都录下来 给撕成这样的 哎哎 猴镇的徒弟 嘿 鼎门大弟子 给关键海撕了 哈哈哈 你得让让 我不要让他 你得让让 干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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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撕他黑丝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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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份 你这把勺子我吃了 哎 我不说这个 哎 又不掉一块 后头给我撕没了 这重新再补都补不了了吧 差不多 差不多得了 差不多得了 我承认我刚才 我承认我刚才 说话有冒犯的地儿 你最起码也挺 大块道歉 哈哈哈 这是咱俩吃饭的饭碗吧 各位 没毛病吧 没毛病 所以不给关键海道歉 咱们给大块道歉 没毛病吗 没毛病 你看看 哈哈哈 他道歉 小孩也告诉你不听 你小心他把奥特曼叫来 哈哈哈 你给大块道歉 来道歉 哎 哎 对不起 我跟你说你都不尊重这个舞台知道吗 好来我走了 给醒目道歉 哈哈哈 给醒目道歉 张文顺师爷说我醒目 是相声演员的胆 啊 你刚才下着醒目了 哈哈哈 你刚才脱离舞台下着醒目了 给醒目道歉 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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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别道歉 道歉 给扇子道歉 哈哈哈 你刚才摔下来着 我 小心 你给我鞋道歉 哈哈 哈哈哈哈 你跟我鞋道歉 你不跟鞋道歉吗 你跟这人踩上我了 没怕 哈哈哈 你又要得利不饶人了 什么叫得利不饶人 你再执我一个 我执意怎么了 ,我执意怎么了 你不想执我 啊 你itor 啊 你今天怎么了我执你 你要死呀你 爸爸 道歉我倒你奶奶的村子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今天今天 一会儿得理不饶人了 今天你要疯什么你 我怎么要疯了 今天头一场你要疯什么 头一场我告诉你各位啊 开始即结束 我都不知道张晓伟怎么忍得穿你还穿九年 他一天我这些扎脚子 他是不是人家我还跟你合作 合你两个人就 我怎么骂他 你怎么没人的东西了 我还不想跟你合作呢 怎么着啊 你不是要火吗 各位我们今天啊 头一场结束了 不大了 知道吗 他不是要火吗 拍下来 微博转发 你还算热疯 又喊又脸学了 火去吧 你别把我上海火 合作了 今天第一天 不大了 就合作刚第一天脸学了 结束了 大叔 怎么着 知道为什么我跟张晓伯 脸学吗 我那知道的 我们俩合作九年 打开始那第一天 我就欠他钱 按揭九年我还完了 还不完不完呢你了 就这人形啊 就这人形啊 又人抄情 要这样啊 让郭老师看看 他这徒弟看 跟婆婆一样 让虎虎也看他 伙弟这屁啊 我师父得嫌我私的少了 知道吗 我师父就不用你生当自己了 知道吗 告诉你啊 怎么了 记得我刚才说什么吗 你爱说什么说什么 我跟你师父搭档的事 我们家俩说了分分钟的事 知道吗 我刚才跟你说什么了 你爱说什么说的 我跟你搭档之前 我也给于大爷打个电话 你知道吗 我现在哪里要给你甩利心吗 你以为我没戴手机呢是吗 在哪呀 小天牙呀 哎呀 打电话你不就是 我不是没打电话 给于老师小天牵 小天牵 我给小哥子打 哎呀 打了不就来吧 快 哎 快干电啊 哎 干电 哎 今天听见吗 哎 老弟兄弟 快你干嘛 我打呀 我打电话 打呀 我打出了 啥错 我打电话 我打电话 大爷 你这徒弟我没法打了 真的这关注海 这太不是人了 大爷真的 这跟你预料的一模一样 大爷真的 这就是臭司机的徒弟 就是没法打 你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 说一遍 你这毛病了 我这两个电话呢 你这话不打 小天牵 小天牵 三天 三天 我打电话 我们俩 我打了 对对对 这 咱俩俩这事 还得能给他 没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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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没 没没 有点少 我得的我 对对对 隔着我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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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哎呦 我太甜了 好嘞 行 咱俩俩合作呢 我上家小姐姐 哎得 哎 好嘞 哎得嘞 帮俩打电 哎好嘞 哎呀 有什么的呀 我是不是跟你说什么的 你是不是说啊 滚 哈哈哈 傻了吧 合作不了了吗 余大人说什么呀 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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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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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这他没按词来 哈哈哈哈 按词里也没洗啊 哎呦 哎呦 这什么东西啊 哈哈哈 哈哈 我我就是说让他轻轻的瞪我一下 哈哈 谁让你真撕啊 哈哈 我说哪知道你喜欢什么的地方 哈哈 哈哈哈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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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itto系节穿头以内战不得试试 哎呦 没在第按这大罐 嗯 我们俩的大罐都不一样 要不我把你那撕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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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卷你能撕的动 你就来 劲儿真大呀 现在我是谁我也打不过 不让我看一眼女的动了一眼我都对手 他卷你女的妹 这节目好玩吗 好 再来 一边开启一边心吧 但是说实话也说出了我们单位的 很多我们内部的一些事情 就说其实我这么跟您说像是合适了吗 合适 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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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你给付300%就得了 以后你给女孩我全管了 滚 你想让我祝夜昏迷半年 也不做夏丽 其实当时鸾哥是在夏丽里头来着 逃缝 鸾哥太厉害了 别问了 也是鸾哥点的泡 反正就是不想跟这三个合作 哈哈哈哈 各有原因 这个炸走了 但是说实话 其实这个合作这个事实呢 这个不像外界传的那样 每个人合作 确实是他得 道理一定的就是说 就是熟男这个份上哈 熟男 他不是说学员嘛 成熟的哪也 对 他不是说学员今天你跟他搭档 明天他跟他搭档 因为在摩扑期 两个人台上还不成熟 是 所以他跟谁不跟谁 其实无所谓 到一定的份上以后 两个人一起合作 首先来说你在卖票 这么多观众花钱来免票 你比如说今天 有三分之一 甚至三分之一可能多是个观众 还有很多新朋友 你无论说什么讲什么 你得让大伙听明白 哦 哦这是说相声的 是吧 不是二人是吧 还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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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 哈哈哈哈哈哈 我啥啥啥 一气跑就得了 就说你得让你听明白了 嗯 所以说这不太容易 是 包括有时候我们老想 你说怎么能把这个相声说好吗 确实也挺难的 有技巧吗 那当然了 你给我假设一段相声啊 你说不好 嗯 观众花钱了 出门就得骂街 你这相声说的不可乐 没毛病吧各位 那人消费人 下次您再来 嗯 你还能来吗 谁上第二次他 我跟你聊天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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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听你的 你们是不是还在看我那意思 哈哈 是 你给我上这边捧门来 你给我揪点这衣服 哈哈哈哈 我撕的我揪袋子吧 你这样吧 哈哈哈哈 别敢听 就这样听话是吧 带掉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没有袋子 哈哈哈哈 没有袋子 啊 嗯 哈哈哈哈 你有 你多 好家伙 我姬子 别胡了 哈哈哈哈 我这个声音说 出门 您买票了 别的不可乐 出门是不是得骂街 你比如说左一排的 您这边是年轻的 你带着家长肯定说 哎我知道谁谁谁谁 咱听听你们 这老家您听完了 都是我们父母这辈子 是是是 叔叔您今年多大岁份 60 您看五十 跟我父母一样啊 好像都60了 对不对六几年的 是不是 您看叫叔叔叫阿姨没问题 没方面 我们俩都像了 您能听了吗 是吧 给点可乐吗 再脱了衣服更可乐 阿姨您等会儿在这儿合适 阿姨绝对当年跳第一次可乐 阿姨说出这种话来真让我想 要不都这么多年轻的小伙子不想奋斗 怎么也能跌倒了 是吧 阿姨想得多继续 阿姨是在干儿子弄的 哎呦 这不是小伙子了 二到岁的时候还喜欢许三年的 身体听不住了 是吧 说句实话 从阿姨这面向上都看不出 你比他年轻的时候还心中 哈哈哈哈哈哈 你哪儿俩人发行动一家呀 哈哈哈哈 没事 这什么酷味儿的 叫爹 叫爹 叫妈都没事 是吧 您是我们的医生父母吗 对啊 都是说爹爹奶奶 无所谓的事情 哈哈哈哈哈哈 我又没事 那个 老师在台上有时候 比如说猴叔什么开车司机什么 你爹 你就打挂 打着瞎斗 瞎斗 但是确实是自己 再说你 哈哈哈哈 小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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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他失踪啊 省不气太多了 哎 我跟你这么说 不定死到哪儿了 确实啊 确实 是不是 跟着师父一起啊 你师父等于是我师父 就是说咱们就是 闲内住 我师父很多问题 全女话失娘了 哈哈哈哈 师父好你师父 就是说两个人老是 左膀右壁 两个人都两个待一块 你比如我师父经常在节目里说 如果有人比如找不到我师父了 说德云人现在发生什么什么事情了 你找不到我师娘 俩人比如失踪了是吧 失联了 失联了 这段时间正工作呢 问谁 就得问猴叔 找我师父 找他师父猴叔决定的事 就是德云人说内部决定的事 所以你说我们俩在一块 你这这 我师父给他师父订活了 对呀 你师父头也少是吧 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俩在一起 希望您各位都能够接受这一场 对吧 小女孩接受 德云我谢谢你了 哈哈哈哈 这这边也头也会听相声是吧 大文字也能接受是吧 再撕两个来 咱 来支两个下 不是两个 一百年前就直接裸了上来了 然后没钱上了 早上来说 我就说这意思 得让您都接受 因为以后你比如说到了更大的剧场了 那老公众就这些 他不能厂厂跟着你 你还得吸引当地更多的 人家没听过相声的进门听你听相声 所以两个人在一起能不能合适 这不是说我们两个人能说了算 确实是 对吧 那两个人好好说相声的目的还得让阿姨满足 对吧 你也可以让叔叔生气 大概就是这个目的 下回我希望您二嫂还能够买票 好 好 谢谢您 能炒上吧 来 谢谢您吧 别感动的啊 后边一会儿把阿姨叔叔那个票钱收一下 那女支里 所以她的票咱就算五百亿张了好不好 黄牛再炒一炒故意能炒到三千里啊 咱们去别的对了 就说这个意思 所以说各种年轻段都有 两个人在一起你说相声说出好 真的 出门肯定会引人 肯定要骂街的观众 说的什么玩意儿下课再也不看了 喝牛海中子间没意思 两人喝醉啥下课也不看了 就是这种状态 对 那如果比如说这场出的特别可乐 嗯 家长还倒笑 您觉得哎呦我也还想再来一个 像说的太可乐了 后台失兄弟也骂鸡 实在 嫉妒啊 那凭什么你俩头一上 还没磨磨磨出这么可乐呀 这两个人都在后台看着呢 哈哈 你们以为呢都走不了 都等着看下午 一会儿但没想到这场很响啊 啊 那我就说说过去吧 对吧 哎 他们也得骂街 坐着脚骂街 诅咒我们都 我不是没听见过他们诅咒 哎 大庄啊 六队都祖了 哎呦我诅咒那个朋友 尤其诅咒你 刚才我都认诅咒 哈哈哈哈哈哈 我爸的那个门嘴都听得诅咒 刚来就诅咒我 诅咒那庄子健 诅咒你明天成为我爸爸 诅咒你 哈哈哈哈哈哈 嘿嘿嘿 你们六队都这么好嗑 哈哈哈哈 诅咒你 好嗑什么东西 对 诅咒我那更狠 诅咒你那什么呀 关九海明天成为我爷爷 嘿嘿嘿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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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